今天歡迎我們的老大李德全理師傅 歡迎 鳳叔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怎麼辦 怎麼今年過年來這麼快 有沒有那種送禮自用兩鄉席的商品 可以介紹給我們 我今天來的目的 就是要告訴你這個好消息 我找到一個近年來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個商品 就是能夠超越我的 能超越你的 不多耶 就真的不多啦 屈指可數 它就是奇異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醬汁 月光黃咖哩 咖哩醬汁 送禮自用兩鄉一樣 可是四面很多耶 可是這包裝滿漂亮的 你先吃 你先吃 你再來講說四面很多 是不是一樣四面真的那麼多 超市也很多 它不只是一般的醬汁 來 先看一下這個濃稠感 真的很濃耶 其實在外面的話 你很難說你去吃到說 它真的是好或不好或怎麼樣 這邊我現場讓你吃 你就這樣倒出來就給我吃了 不用煮啊 拌飯啦 這樣拌飯也那個 就打開來就拌飯了 你現在聞到味道了沒有 我只是隔水加熱 你聞到味道了沒有 好香喔 對耶 非常香 超香的 感覺上有南洋的風味 對 南洋咖哩 我很喜歡做 我兒子竟然 第一次我兒子竟然說 他做得比我好 氣死我了 這是真的 它很香耶 濃郁香 而且它這個濃郁感 好像不是勾芡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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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很特別的是 一般的勾芡 來來來來 這個我就要特別跟你講了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特別介紹 讓你知道這個咖哩 讓你才試吃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我第一個看到 做咖哩沒有放那種粉類的東西 什麼咖哩粉調好的粉 或是一些香料粉 完全沒有 它就是這些東西而已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東西裡面 它把它做出來 比如說像薑黃 它一定用新鮮薑黃 它的香味 香茅 然後辣椒 洋蔥 因為它有很多 這個是什麼 南薑 這很特殊的 南薑長這樣 這很新鮮 是淡淡的 不是乾的 它是冷凍的 它必須要冷凍 它常溫是沒辦法放 所以全部都是用 重點在於 它全部是用新鮮的東西 難怪它勾芡就用馬鈴薯 就用馬鈴薯 對 所以 真的 你看看 剛剛你剛剛吃那個濃稠的感覺 然後它所有的香味 就是跟我們一般吃勾芡不一樣 全部是用天然的食材 我剛剛拿的那一盆裡面 這個裡面 對 就是那一盆 它沒有 我說你這個是有加什麼粉 他說它完全沒有 難怪你的味道會如此的 溫和醇厚 所以很特別 有的人就是那種 他找到那些食材把它打成這樣 有的人他做的東西是很固執 很堅持的 他就是我就是不要你們怎麼弄 他找過很多工廠做 但是你要加粉我就不要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對一個專業廚師來講 你不加粉我很難做啊 沒辦法達到那個味道 我要耗費比較多的時間跟工 他就可以做到 我覺得他很天然 很棒吧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那種方向療法 對 吃下去之後你會覺得那個很舒服 他做這個咖哩 為什麼要堅持是因為 他真的就是按照要做給家人吃的規格來做的 所以他會比較耗食 他會像找食材很難找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說這些東西要找到起 不容易啊 我跟他聊過我知道說他真的很用心 他可以去不吃千辛萬苦去找這些東西 你專門找小農來種 然後減油啦 減鹽啦 讓他味道比較吃得比較健康一點 不要那麼的強烈 這種東西有時候強烈你吃久了 你會會怕你知道嗎 對對對 所以像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 我真的很佩服 而且我剛剛這次有醬耶 都還沒有加什麼肉啊 馬鈴薯什麼的 我煮咖哩很少配分 你看這個勾芡的那個醬汁 你看這上面是馬鈴薯 這個醬其實你剛剛拌飯拌麵 這樣子都可以啦 所以用它來做什麼比較特別呢 今年過年的那個年菜裡面 一定會有海鮮 蝦子或螃蟹 我們用蝦子來做 螃蟹也可以對不對 對 我們做咖哩蝦 就是讓你南洋的咖哩蝦 讓你就是很簡單 可以做出那種餐廳那種澎湃的蝦 所以你有一個很有誠意的這個產品 你送人也好 你桌上端出來也好 大家都覺得很有面子 自己做一次才知道說 哇 這個東西有多麼的好 好 而且這個可以當這個 對 黏菜 頭這邊尖尖的把它剪掉 長泥 長泥 先把它挑掉 再把它剪開 你會想說 那我 入味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剪開之後 再來挑長泥 會斷掉 很難喔 我跟你講你多個弓 會斷掉 對 多個弓這樣子把它挑起來 我有試過啊 就先剪開來 就發現裡面斷三角要抽三次 剪開來再來把它去長泥 那個很麻煩 要抽三次 對 所以你就直接把它 頭中尾就斷了 像這樣 去了長泥之後 尖尖的地方剪掉 好 然後把它剪開 好 這個蝦子把它這樣弄好之後 先煎香 這樣做黏菜也很輕鬆 很輕鬆 我們今天做蝦子 我們蝦子味道就要有 這個蝦子的這個味道 來 這邊我們就要先放點油 來把這個蝦子把它煎香 我這樣子你知道過年一桌八個菜 已經一個好了 這樣可能會比較麻煩你 這一個會是這桌年菜的亮點 就會不想要送人 沒有 這一個會是這桌菜的亮點 而且小朋友現在過年 就是大人小孩都回來嘛 我跟你講 對不對 小孩子不一定要跟你吃砂鍋魚頭 你知道嗎 過年年菜你大概就是什麼 白灼蝦啦 什麼醉蝦啦 對啊 你今天換一下 你做個咖哩蝦 這一道做好的話 你真的是功力增進一甲子 我覺得你今天選這道來做菜不錯 過年會很方便 好 這邊大火把它煎香 煎蝦子的時候 切記用小火 小火蝦肉就沒有彈性 你要很短的時間內把它 讓它表面就是 蛋白質就凝固 讓它熟 然後這邊我們主要是把它 裡面最好不要太熟 因為等一下還要煮 對 兩面煎蝦香味出來 這樣就好了 然後把它 盛起來 不要讓它老掉了 對不對 對 好香喔 真的香味出來了 對 蝦子煎香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 甲殼素的香氣 大火兩面煎香 看一分鐘不到 然後 蒜末 辣椒 洋蔥 這邊 清香料 再把它炒一下 讓它味道再濃一些 我多喜歡吃咖哩螃蟹 這樣我好輕鬆 這個可以 真的 很方便 原來再給它一道 辣油一淋好了 這邊其實什麼都不用 這邊就是 方便 你把它該有的味道 把它弄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洋蔥絲 我們稍微炒一下 讓它焦糖化這樣子 炒到金黃金黃對不對 微微的 褐色這樣子 糖出來這樣 不錯不錯 這一道很好 過年輕鬆 對 這道我很喜歡 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我說說 哇 太合我了 要投資加碼螃蟹 螃蟹可以啊 吃完第二天還可以當早餐好不好 再買一條法國麵包 早餐也不用煮了 對 好 炒到這樣子 微微的褐色了 好 褐色了 辣椒其實這個是配顏色的啦 所以你用紅天椒也行 好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的 醬汁就把它 倒進來 好簡單喔 好開心喔 對 一包就搞定 對啊 然後這邊稍微把它熬煮一下 你知道我每次煮咖哩的時候 真的很頭痛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的時候開了火 咖哩就超會搭 不開火又覺得它不夠香 像這個簡單方便 重點是 重點是它是天然的食材 對 又是天然的 對不對 來 好 煮一下 醬汁很濃稠 這個時候蝦子就可以下來了 蝦子就可以放進來了 好簡單喔 既然這樣就煮好 而且還是黏菜 太輕鬆了 對啊 煮一下讓蝦子熟 讓它味道能夠融入味 對 好 然後我們準備兩顆蛋 淋這個蛋是一定要 而且尤其是 這個咖哩加上這個蛋之後 那個味道更讚 因為它蛋會發那個醬 對啊 對啊 才超讚 味道很正統 你看 這邊聞就是 你這樣煮的時候 那個香味 就一直出來 對 香而不嗆 其實咖哩要這樣子才好吃 我記得我去南洋的時候 他們就是一個鍋 對 然後就這樣用蒸的 對啊 這樣就差不多了 就這樣 我們把蛋淋上來 冰糖吃用蝦子 你看升級版用螃蟹 一道菜好了 他們這個醬汁 他們這個醬汁好處就是什麼 就是你不用擔心你要怎麼調味 你不用再去煩惱說我要怎麼做 你只要把它煮熟就好了 然後你該有的這些材料 該怎麼放你就怎麼放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來 哇 香到這裡 這樣好香 真的是有夠香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 你們真的要試試看 你知道光這個醬就多好吃啊 你知道這一道這樣子 在餐廳吃要多少錢 真的 真的 看起來 一起加蛋效果好好喔 對 而且你看這樣整個 它把它扒住了 對啊 它整個就把它收住了對不對 超讚 好吧 也不要等過年 聖誕節就來吃好了 其實這個隨時都可以吃 哇 超香 我先吃醬 超香啊 這個醬 我先用這個蛋勾芡真的很讚 果然啊 是不是 比老大做得好吃 做得太好了 哇 而且這個真的好好吃喔 這完全就是我在國外吃的味道 它這個就是新鮮的感覺 我都還吃到那個香有沒有 一絲一絲那種 就是有個口感 好像蔬菜泥 一般我們在吃那種粉的 那種咖哩粉的時候 那種醬料的時候 你會覺得味道很野 你看 有薑絲 它就是天然 就是給你感覺到就是一個 自然的甜味 那種植物的甜味 它就有植物天然的纖維 對 等於是你吃到 就是那個新鮮香茅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新鮮的那個薑的味道 其實都是新鮮的 現在味道真的是 真的不一樣 柔和 真的是不一樣 不一樣 聞起來都有甜味的感覺 重點是它的香料都是新鮮的 新鮮的跟粉的絕對是不一樣 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樣 截然不同 以前我都是用粉 但是我現在知道說 原來他們堅持說 一定要用新鮮的香料 是有道理的 一般咖哩的辣 你吃起來你會覺得很嗆很不舒服 它就完全不會 這是辣椒的辣 很柔和 很柔和 然後薑黃 如果你是用粉的 也是有一點嗆的味道 類似腥味那種感覺 它的新鮮就完全不會 吃到這邊就覺得 如果有個麵包的話 那是更好 是不是法國麵包 拌飯或拌粉 粉絲 都很棒 真的 教各位做了這道蝦 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 你們要怎麼樣去發揮就可以了 就變都可以 對 要放魚也可以海鮮 對 要放魚放海鮮都可以 然後你要沾吐司 你要包蔥油餅 都很適合 都適合 過年解決輕輕鬆鬆 又可以送禮 又可以自用 非常棒的一個醬料 我就是一直希望能夠找這樣的 對 我知道你需要這種東西 我特別帶來 而且我告訴你還有一個你知道嗎 因為它都是新鮮的 所以大家不覺得你是買醬包 對 都覺得你是自己煮的 它不會有那種醬料包那種新味 對 那個味道不一樣 真的是 對啊 厲害了吧 就是 假假覺得你是餐廳要叫的 非常讚 這個順天然的咖哩醬 實在太讚了 接下來更能變成什麼樣的好料 那它也有紅咖哩 它其實有好幾種咖哩 但是這個紅咖哩的話 適合肉類 它也比較辛辣一些 剛剛那個比較是薑黃味道重點 對 來 它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紅的 倒出來給你看一下 它是用紅辣椒對不對 對 才這麼紅 其實它調味把你調好了 就是創意交給你 你想做什麼 你去做什麼 對 這是羊肉 我只是這樣淋而已 哇 這麼方便啊 你試試看 你這個又讓我很輕鬆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它就是個醬汁 這個醬汁你要炒 要燒 你要做淋的 你要做拌的 而且你看多健康啊 就把肉穿到 穿到淋醬汁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而且它是少油少鹽的 我從來不知道XO醬以外 還有別的叫這個功能 所以它可以就是讓你很輕鬆 很簡單 而且重點是健康 嗯 好吃耶 好吃喔 你不用再什麼耗費時間去 去熬啊 去幹什麼了 它都幫你熬好了 你知道它總共是要八道工序 包含了你要挑選啊 它挑選的東西 你剛才有看到了 新鮮的 對 對 清洗啊 然後再分切幹什麼 那是什麼五色蔬果 那一盤裡面都有啊 它炒的話 它炒五個小時 對 包含它的處理 要五個小時 對啊 它 我問它說 那你馬鈴薯你是怎麼弄 它說它要把它蒸熟了之後 搗碎來增加它的稠度 它就不用澱粉了 完完全全是天然 它不會說 只是說 我就只是要它濃稠 我就弄個勾個芡或什麼麵粉 馬鈴薯的那個膳食纖維很高 對 最笨的方法 但是最好的方法 最健康的方法 對 這個方法實在是 我對我們看來是說 我都想我媽了 你這麼費工 對啊 你怎麼這麼費工 但是它用的是最健康的方法 所以它真的非常棒 過年的時候有另外一個困擾 拜拜完之後 三生要怎麼辦 比如魚 魚比較麻煩 因為魚的腥味很重 然後魚 而且它們都炸得很乾 對 很乾 然後你知道 你不知道怎麼辦 來 我今天就教你用它來燒 你看這個 它用力捏它就碎了 對 這個 就是一般我們在 它炸得很乾很乾 既是用的這個魚 通常你拿來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啊 那我講過了 怎麼辦那麼乾 這個醬料 它已經幫你做好 幫你調好味道了 已經最完美的了 接下來的創意 就是交給你了 你要拿它來做什麼 怎麼做 你要拿這個來煮這個嗎 煮這個 但是你說光是用它這樣煮 用這個蔬菜這樣煮 很好 很棒 但是我很喜歡再加個什麼東西 像咖哩裡面我很喜歡加 加一點水果 有果香 這有什麼水果 你竟然加鳳梨 鳳梨 蘋果 今天如果你煮肉的話 鳳梨的酵素又會讓你的肉更軟 更快軟 這樣魚肉它也是一樣 也有這個效果 這也都算是 這個南洋有 所以味道會 會好 魚 然後我們甜椒配色用的 甜甜的 然後洋蔥增加香味 好 來 我們來爆香一下 少許油 蒜 薑 依照你的喜好去加 好吃 洋蔥 好 這邊一樣 我們稍微把它炒一下 把它炒軟 炒到它微微一樣 一樣是微微的褐色 變褐色這樣子 大火炒 洋蔥這樣子才會軟 才會香甜 你看這個 這些都是香料的渣 都是香料渣 對 然後就會讓它濃稠 還有馬鈴薯 甜甜的 所以你看它那種勾芡 不是說這樣黏黏 你看這樣倒下去 不會黏的湯匙有沒有 可是它有濃度 是天然的纖維 好 這邊炒到像這個 微微的褐色的時候 這個魚要放進去煮 要不要煮很久 其實不用很久 因為 那個魚是熟的 你只要利用這些醬汁 讓它入味 因為醬汁 因為這隻魚肉還真的滿麻煩的 這個味道還不一樣 有沒有 紅咖哩的味道 紅咖哩 然後微微的 有點酸酸的感覺 加一點水 這個水是待會兒 我們要燒煮的過程中 它會揮發掉的 會跑掉的 它原來的味道就已經夠了 你說不要去破壞它那些味道 好 鳳梨 然後我們的水果下來 加水果 因為最要軟化這個肉對不對 要再加點果香味 水果是我特別喜歡加的 我煮咖哩 我其實都滿喜歡加一點水果 我們這邊稍微煮一下 好 這邊 它等一下就會軟了 好 所以熟的魚 我不知道你們家都如何處理 我跟我們家常常都等著 不是啊 吃不下去 會吃 但是 你們兩個意思一下 對 對不對 就是中間夾兩塊都丟了 你要丟掉 你又覺得你要丟掉 你又覺得 這樣很沒差 其實以前以前的時候 就菜尾蛋都去做會烤 對啦 都是這樣 問題魚 可是現在大家沒菜尾 菜沒那麼多 沒有啦 還有啦 魚有錢 你如果倒在幾鍋 幾鍋都掉了 沒有 以前有錢也很好吃 好像很燙 沒有 現在菜尾也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 所以真的滿常 就是你肚子在那邊加兩塊 意思是什麼 對 意思一下 然後就 媽媽就偷偷丟掉 就丟掉 你不吃 你也覺得好像對不起大家 對 吃了你就覺得食而無味 吃不了 好 這邊我們要稍微 再稍微把它煮一下 尤其是那種過年的時候 東西很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 來 我們的咖哩 搭上水果的香味 果香出來了 好香耶 更甜 更香甜 更好吃 更有異國風情的感覺 對 所以水果你要加 對 你不要去加個什麼 奇異果 芭樂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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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奇怪 其實你們加水果裡面 蘋果鳳梨 蘋果鳳梨是最適合的 你加什麼我就覺得 它好像會有加分的作用 OK OK 這邊要稍微煮一下 好 我們稍微煮一下 五分鐘 這邊大概煮五分鐘 好 稍微等一下五分鐘 好香 這條魚感覺它很舒服 現在 湯汁開始變濃稠一些了 對 好香 這個果香很香 我們把一些甜椒顏色 讓它配色 甜椒你不要太早放 會太軟 對 這個你看剛才 這個魚肉都吸滿咖哩醬 乾乾的魚肉 然後你這樣子 經過咖哩醬去燒過之後 真的 好香 一般我們在這種炸的 拜拜的魚 既視用的魚 炸完之後你會聞那個味道 不是很好聞 腥又有好味 像有一個更強的咖哩 壓過它對不對 對 有個味道更好的咖哩 把它蓋過去這樣就可以 好 來 原來只是一個我們 何有可無的一個魚肉 既視用的魚 經過我們這樣子 咖哩把它泡製過後 哇 變成五星級的魚了 哇塞 這也太澎湃了吧 然後再把我們的醬汁淋上去 哇 哇 美味的紅咖哩醬 好 哇 馬上又端出去 又是黏菜 又是一個黏菜 對啊 哇 嗯 嗯 變軟了 而且沒有咖哩的關係 它不腥耶 然後這個咖哩醬它微微的酸 加上水果 這魚變得有點像是風乾 那之後我再回煮了魚 但是它有另一種風味 它比糖醋魚還好吃太多了 它有風味 味道層次多很多 然後再加上水果的香氣來搭配 我要特別跟你講的是 像它這紅咖哩我問說 這紅咖哩它的酸是怎麼來 一般我們酸的話 檸檬或是什麼螺旺籽之類的 對 螺旺籽 對 但是它特別 因為螺旺籽的味道不是很多人喜歡 像我就不是很喜歡 它換成番茄 所以味道酸 但是不是那麼強烈 而且很柔和的酸 這個是它用心的地方 對 配合當天人口味 然後去找一些天然的健康的 重點還是在健康上面 主要是這隻魚就這麼復活了 不要再什麼糖醋了 一樣是紅紅的很漂亮很喜氣 但是你做出一個風味不同 而且很健康 今年的年菜你家餐桌裡面 就會有各種不同的風味 對 而且還可以有一點粉條 麵條 麵包 對 不錯 很棒的一個料理 新年快樂 大家今年年年有餘了 對 讚 換個吃法 而且這個醬汁也健康 而且我覺得加水果很好吃 而且不油不膩 起司蛋炒飯 我們只用蛋黃 這樣下去的話 那個蛋一定很香 麻油炒 對 對不對 我們炒到那個飯會跳 炒到飯會跳 對 這時候我們再補米酒下去 補米酒 一直煎到後來 它就煎起來 稍稍 焦焦焦焦焦焦焦 好像拼了 這樣子的起司餅就對了 多的 很脆 很香 尤其是起司鹹鹹香香 它點味 很點味 好吃